香港地, 越來越多人選擇遲些生小孩 譬如38歲, 雪著卵子的時候 卵子的質素就是在年齡上 質素一定會比你年紀更大 誰是誰的名聲雪卵 你會覺得沒所謂別人有錢 但原來我身邊開始有朋友問我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我會覺得沒問題 不過說了卵子, 之後要做試管嬰兒也不容易 到她訊息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四年後, 我也差不多接近38歲 她看到我年紀的增長, 還要等 政府應不應該加大力度 支援輔助生育呢 代價不是單單是財政方面那麼簡單 而是對她們的健康代價 有兒子應該是趁亂生 如果有這麼強烈的遠距離小孩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提供一個實際的辦法 去幫她懷孕 歡迎收看新聞透視 我們以前會祝福新人早生季子 不過今時今日, 本港無論男女 平均都要過了30歲才結婚 梁夫婦再過幾年的二人世界 都真是想生小朋友 隨時已經過了最佳的生育年齡 既然做不到有兒子趁亂生 要保留實力的話 是不是要友卵趁早說呢 旁邊換衣服, 隨便 Please, 蝸蝸蝸, Come on 你要不要吃冰淇淋? 是 44歲的馬迪文阿倫 有一個三歲大的兒子, 丁丁 平時有傭人和媽媽幫忙照顧 但是不用上班的日子 他都會親力親為兒子 小朋友的精力無限, 坐不定 小朋友, 坐不定 小朋友 夠了 左哄右哄 做功課, 蜘蛛蜘蛛 丁丁才肯乖乖地做功課 你叫什麼字? 很累 喂, 回來了 很累 對 2019年, Aaron透過 胚胎體外受精IVF 也就是俗稱試管嬰兒的方式懷孕 當時要調理身體, 打針秋卵等等 派翠孟難, 才成功生了丁丁 我還有很多針筒都保留著 我覺得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因為當時打了接近200針 有不同的針, 有不同的藥 女性最佳生育年齡 一般定在35歲之前 已過了35歲, 才生嬰兒 就會被界定為高零產婦 不過Aaron說, 自己35歲之前 一直專注發展事業 根本沒有特別想結婚生子 到自己37歲左右 就開始由朋友建議他雪卵 例如38歲, 雪著卵子的時候 你那個卵子的質素就是在年齡上 變成質素一定會好過 你年紀再大一點 當然視乎你當下那一刻 你有沒有一個伴侶 跟你一起去做這個計劃 如果沒有, 你也必須要… 不如先雪著吧 你睡了嗎? 沒睡覺嗎? 誰知道檢查才發現 原來卵巢已經出現早壞 Aaron諮詢了醫生 最後決定去美國 一次過做了抽卵 買精和試管嬰兒 而當時抽了出來未用的卵子 他也有雪起 一起來吃, 先坐下 你的手洗乾淨了嗎? 洗乾淨了嗎? 洗乾淨了 我先算 我當時生時41歲 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 兩年後或幾年後 或48歲 我可能還想生時 可能真的會生 不知道, 當然有能力 或是心裡想做這件事 可能會再做 雪卵真是冷凍卵子技術 是从卵巢抽卵子出来 放入低温之下长时间冻泉 等日后有需要的时候解冻用 用妥个原理的还有男士雪征 两个技术最初都是用在医学用途 专门给患病的人保存生育能力 31岁的她和先生结婚三年 原本计划35岁之前生孩子 不过今年年中 她做身体检查时 发现患癌, 要做手术和化疗 一开始也不太接受 而且也不开心 害怕治疗症的时候影响了伸殖能力 令到将来有机会 想生孩子的时候就难得多 之后她经医生转介 知道原来可以在化疗前先雪崖 两夫妻很快就做了这个决定 本身是会觉得有点不开心 因为以为会有机会是 之后会生不到小朋友的 谁知道原来是会有雪崖这个方法 可以保存到生殖能力 对于是水崖的成本 有专家说本港近年多了 非医学原因的雪崖个案 例如很多女士可能想要辞婚 或者辞生育 其实现在我们说保存生育力 是一些我们说是社交决定 是因为她担心将来怀孕困难 所以其实决了卵子去行 根据言行法例 非医学原因决卵 最多只可以决10年 但为什么定决10年 吴鸿玉说连她也不太明白 30岁决卵子的话 决10年其实她40岁 40岁可能她才结婚 如果她40、23岁才要小朋友 她正正将她最好的卵子动传 其实就已经浪费了 我看不到原因 为什么只是批准她说10年 本港去年只有32,500个宝宝出生 每1000个女性 只生701个小朋友 总和生育率创了历史的新低 不同的时间 女性首次生育年龄的中位数 都一直上升 破纪录达到32.7岁 可否修例延长雪卵的限期 近日引起讨论 不过医务卫生局局长 卢崇茂就说 说着先是错误的观念 代价不是单单是财政方面那么简单 而是对他们的健康代价 从一个医学、医疗健康的角度 鼓励我们的新一代 如果在她的健康人生规划里面 都想着想生孩子的 就希望他们早点生是有好处的 有儿子应该是趁乱生的 李慧平尊今年33岁 从事金融业九年 在这家公司做到资深团队经理 平时一早上回到公司 她会先处理文件 好的, 谢谢 接着跟回下属的工作进度 那里填了有点问题出现了 其实就修正了 接着有个计划要向客户简介 这一天她又要跟管理层开会 谈谈到时要如何安排流程 我想你给我一些资料 我可以在这里说 我们再做一句吧 Jun的一群同事大多数都是女性 他说在金融业这一项 女性越来越多 就算像他那样结婚 很多都未生孩子 大家都还是很博实 你约了他多少 因为以前那一代的人 对于婚姻或组织家庭 那个排序应该是会高一点的 所以他们很早就会生孩子 到今时今日生育的成本 其实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 可能都造成压力 现在女性主导越来越厉害 我要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发展事业 还有生孩子对于女人来说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有机会会损失了一些发展的机会 可能可以选择也会迟一点 女性事业先行先 结婚生子行后 俊华在她这一行来说 已经成为趋势 虽然她自己没有想着雪卫 不过看到大家不再避忌这个话题 她自己公司更加试过 举办雪卫讲座给客户 大家不介意再去讨论这件事 因为之前我们经常听到 谁是谁的名声雪卫 你会觉得没什么所谓人有钱 但原来身边我开始有朋友问我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讯 或者有没有熟悉的医疗中心可以介绍 这个科技可能帮助她们 没有那么担忧 而不需要提前在发展事业的高峰期 我要放弃而去选择生孩子 现在有这个技术之后 我就可以两样东西都经过到 不过就算冲了卫 试管婴儿这条路是否这么容易走呢 在香港会面对什么困难? 我们下次再看 现在公营试管婴儿的名额 每年有1100个 上排的话 女性的年龄不可以超过40岁 要已婚未有小朋友等等 不过这个指引原来已经有20年 社会环境变了 指引又没有需要放宽 以公共资源鼓励生育 又应该帮到什么程度? 你想踩什么? 你先坐上去 你要这个是不是? 小心点 星期六是蔡秀琪、Suki 和女女瑶瑶的亲子日 这天她们来大美督踩单车 等我 你可不可以踩慢一点? 暂时都是 很漂亮, 先看前面, 笑 好的 她很喜欢踩单车 平时都是在家里踩, 楼下踩 现在这里这么漂亮的风景 她就带大美督去踩单车, 是不是? 看着 不要走, 吃雪糕 好, 吃雪糕 Suki今年43岁 抽着四岁渣渣渣渣渣渣渣 她说少一点精力都搞不定 快点上去 不要这么巧跌倒 快点 我走过这个 快点过来 好 不过说实话 Suki每个星期都会坚持带摇摇 去不同的地方玩 给她最好的童年生活 让她抵抗她 还有地球让你走过去, 是不是? 原来为了等这个宝贝女 Suki2014年开始 在公立医院排做辅助生育 不过按规定 她要先试用其他的技术 当时失败了四次, 失望了四年 她2018年才可以做 第一次试管婴儿IVF 等得太久 当中有可能跟先生有些拗叫 所有压力的东西 令我的心情好像很想不做 但这么多年, 终于到我 那我当然做了 做了之后 9月底, 我想到 立即… 晴天霹雳 整个心情 整个想安排有一个新生命 从初时想到的画面 到真的做, 可能太累了 而且经历了这么多 到做我也不开心 所以不成功 从33岁等到这个时候 Misuki已经38岁 她当时唯有放下做妈妈的心愿 谁知道心情放松一点 天天就送了摇摇这份礼物给她 现在再想起来 她说还是不明白 公立医院为什么要这样排阀 我又很想要小朋友 然后一直… 我真的很想要 否则, 为什么我可以打这么多疫苗 做这么久 到她重新的时候 我已经说是四年后 我都差不多接份38岁 她看到我年纪的增长 她还要等 我想其他也有很多这样的个案 现在全港只有马例、威尔斯 和广华医院提供公营试管婴儿服务 每年大概有1100个名额 如果不想等那么久 去私家医院做一次治疗 普遍10万元起跳 精子取出来, 卵子受精 然后直接受完精后放到子宫里面 台湾这间私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今年第三次来香港 搞试管婴儿工作 这一天吸引了四十多对夫妇 或者情侣来听 这对夫妇在香港公立 私家和深圳的医院 都做过试管婴儿 但还没有好消息 我记得我排阀的时候是28岁 我试过几个方案没有排除 过去台湾 所以就来听听港座 我们大家分工合作 那边有些导演状态 你得带我们过去 港座负责人李俊逸说 台湾私营生殖医学中心 大约有100间 费用相对香港便宜 吸引了不少港人 而今年通关以来 已经有超过100个香港人 去他们的中心做治疗 来台湾的时间 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内 应该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疗程了 那费用来说 差不多是在4万到5万港币之间 但香港因为签证的顺利 而且旅游的方便 所以我们香港病人 目前大概快要接近二到三成左右 在我们所谓的整体国际病人上 同样生育率低迷的新加坡 政府多年前 已经大力推动辅助生育 包括提供最多75%的宝座 剩下要自费的部分 还可以由公积金的 医疗储蓄账户扣除 不要费 移居新加坡十多年的Marissa 两年前在政府补贴之下 在公立医院 看事管婴儿施家症 生了个儿子 真的女性的角度上 我们肯定是想的是结完婚以后 就尽快地要小孩 因为年纪越小的话 我们身体的恢复能力会越快 但是真的我先生她的角度上 她就觉得我应该一切都要准备好 Yes Hello 2021年我们两个达成了一种共识 就是说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心里足够成熟了 然后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说迎接一个小生命 但其实她当时只是31岁 以香港人来说 这个年纪生小朋友已经算是很年轻 不过当他们做咨询的时候 医生没有劝他们自己试一下 而是觉得他们可以直接做试管婴儿 在新加坡试管婴儿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大家都很支持 所以就是大家都接受 然后我跟我先生就商量 我们就先自然 先尝试自然半年 如果不能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更多的时间来 等待这个自然怀孕的过程 提反香港 未到35岁的女性 很少可以直接排到公立医院试管婴儿 而另一方面 根据医管局的指引 要在公立医院做试管婴儿 女性要符合多项的条件 包括不可以超过40岁 两夫妻本身不可以有小朋友等等 而且即限做三次的治疗 这个指引其实已经是2003年的时候 看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指引需要更新 因为现在很多病人 其实已经是可能比较迟婚 有些病人可能39岁才结婚 对到他试半年都不怀孕 其实已经39岁半 其实已经很难 可以在医管局接受一个 负助生育治疗的客户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 包括在私营机构做辅助生育治疗 政府会提供最多10万元的扣税额 也会将公营试管婴儿的名额 由每年1100个 分5年增加到每年1800个 吴鸿宇觉得 除了增加名额 公营的试管婴儿服务 也可以在年龄和第一胎价限制上 一次过松绑 现在我们其实都知道 很多人根本不结婚 不要小朋友 如果有这么强烈的怨 都要小朋友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提供一个实际的办法 去帮他怀孕 因为肢家治疗的费用很贵 不过医务卫生局局长盧崇茂强调 就算有辅助生育治疗 夫妇都应该尽做生育 医疗健康的角度来看 三岁前生和四十岁后生 是完全两回事 一个就是怀孕的机会 孕妇的风险 和婴儿本身出来的风险 我们绝对是希望 我们年轻一代尽量去早生 他说想不想将来的小朋友 像Ryan 像另一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说这个很重要 从事金融业的李慧平 Jun 这天约了姐妹的序下 不神机跟契女贝儿玩 谁教你的一字母 妈妈, 妈妈也一字母不了 不知道为何最少很喜欢小朋友 我覺得如果我將來有一個 可以自己帶自己教育的小孩 我會覺得滿足感很大 所以我很小時候已經開始在想 我以後要多少歲結婚 多少歲要生小孩 好人 真是她一本 Dream說原本想三十歲生兒子 不過他最後三十歲才結婚 現在正在跟先生努力 想在35歲之前生寶寶 還有兩年就到這個期限 他說去年有一段時間 都曾經覺得很焦慮 看一次 很安慢 今年開始了解了很多 現在科技的事情 包括IVF等等 我發現其實也不需要這麼擔心 即使我們兩個人努力 還沒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但原來也有辦法解決 所以你說面對高齡 我有沒有疫情這麼擔心呢 我覺得我現在的心態 好像是平和了 不生不生, 何時生 這些都是個人決定 不過如果社會多一點支援 可以令更多人 願意克服不同的困難 去生嬰兒 這些社會成本 我們又願不願意付出呢? 就要留給公眾去討論 今集新聞透視講到這裡, 再見 我們集討論 每次完ğimiz 我們攻略